SATA硬碟 Hi guys doing,我是樹哥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SATA硬碟 跟SATA硬碟2022的最新資訊 那我們趕快開始吧 好,那不管是伺服器 NAS或是一般PC的使用者 他們都會使用這個 傳統的Hot Drive 傳統硬碟 那通常為了節省成像一般中小企業 使用的伺服器或是NAS 或者是一般的使用者 其實都會使用成本比較低的 SATA硬碟 那SATA硬碟到底什麼呢 SATA硬碟就是 Serial ATA 界面的一個硬碟 那就是傳統所謂的 序列部ATA界面的硬碟 那基本上呢 序列部ATA有別於之前比較舊的 Parallel ATA 就是並列式的ATA這樣界面 它是以序列的方式 傳送,而不是用並列的方式 就是一個差別 有點不一樣的地方 那它是可以看到說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7頻的排線 這個SATA的7頻排線 大家可以注意到這個就是它的 排列的方式 好 那我們現在這個 SATA3這個標準呢 可以達到6Gbps 那還有SATA的通道 單通道 那還有這個半雙高模式 那目前的 這種SATA硬碟 常見的轉速就是 5400轉跟7200轉 這是最常見的部分 那至於轉速 跟硬碟的好壞 這些資料讀取的速度 會比較快 其實沒有絕對的相關聯的 所以這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的 好 那再來就是硬碟 那硬碟呢 一般是由 石頭 碟片 還有馬來 還有晶片等等 不同步驟所構成的 那這是一個硬碟 大概組成的方式 那目前硬碟的尺寸 有分2.5吋跟3.5吋 那2.5吋的硬碟呢 通常常見於像筆電啊 或是一些外接裝置 甚至一些比較薄型的設備裝置 他們可能用這種薄型的2.5吋 那3.5吋的硬碟呢 通常常見於比如說伺服器 NAS 或是像一般常見消費使用的PC電腦 那硬碟品牌呢 目前就以三家為主 那以下就是有 西捷 Seagate 還有WD Western Digital 威騰電子 那還有就是Toshiba 就是東芝 那大概就是這三家 那目前的話通常是 WD跟Seagate這兩家 是最主流最常見的廠商 那Toshiba的部分的話 很多人就會拿來 有時候很多特價的時候會拿來見便宜 那它是一個CP10蠻高的一個品牌 那這是目前大家主流的這個品牌的介紹 好 那目前常見的容量呢 有500GB 1TB 2TB 10TB 6TB 8TB 10TB 12TB 14TB 16TB 18TB 到20TB 那今年WD呢 更推出了22TB 紅標 Red Pro 還有指標 Purple Pro 還有金標的Go 這部分 那還有推出26TB的Ultra Star的硬碟 這是水氣夜碟 那這些品牌的三台硬碟 它還有什麼樣的類型呢 那麼用這個用途為大家區分一下 好 首先呢 我們來介紹Seaget的部分 那Seaget的話 家用的硬碟的話 就是Berracuda 新梭雨 還有NAS的硬碟 Iron Wolf 納斯狼 還有監控的硬碟 Skyhawk 監控硬 那企業的部分是Exos 那它另外也有推出電競用的Ferracuda 那目前這容量通常還蠻常見的 2TB 我們就來舉個例子說 像2TB的家用硬碟 Berracuda 它目前價格就是大概1850 那 在NAS的硬碟呢 大概是2490左右 那 2TB的監控硬碟 它現在大概1830左右 那2TB的Exos 大概可能就要4000 所以這就可以很明顯就是一個價格上的差異 針對不同的類型用途 一個等級的不同 那現在 Seaget有出到Exos的20TB 那這個這一顆啊 就要21790 這蠻貴的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好 那再來 我們要來介紹WD部分 好 那WD部分呢 加油它是用藍標 那NAS碟呢 它是紅標red 那再來就是指標 Purple 是監控碟 那 企業碟呢 它是金標 gold 那否資料周期用的話 它們是ultrastar 那它還有一個電競用途的這個黑標 那它以2TB常用的這個容量的價格來說的話 藍標大概1850元 那電競的這個黑標就比較貴一點 3850 那2TB的NAS呢 NAS硬碟呢 它在紅標大概red plus 大概2550左右 那2TB的指標 監控碟大概1890左右 那2TB的金標呢 就是到4190 那ultrastar的價格 因為給資料中心用 它可能價格會有些波動 那可能你在 要價格的時候 可能就再對比注意一下 那通常它你可以用 Exos你可以做一個概念的對比 其實都是蠻貴的 那至於投卸的部分的話 它有所謂的家用碟 PC的硬碟 那還有NAS專用的硬碟 那還有監控的硬碟 那也有企業用的硬碟 那大家可以再注意一下 再看一下 像NAS可能就是N系列的一個硬碟 這時候可能就很多人好奇說 我該用什麼樣的類型硬碟呢 其實硬碟這部分 其實取決於 每個人個人的需求 那可能像NAS使用者 他常會想說 我應該用監控指標碟 或者是紅標 甚至是一般家用的藍標硬碟呢 像這種情況下 那你如果一般如果是 以需求是資料寫入為主的話 像你使用的監控系統 它要記錄影像資料 它是持續不斷的寫入 那通常監控碟的 耐寫度會比較好一點 不過如果你的使用需求 它比較是混合性的使用 那有讀優學 那也是長時間的這樣 24小時開始這樣使用的話 那像是W的紅標 甚至CK的IronWolf 會是比較好的一樣的選擇 那家用DM的部分的話 如果你的NAS 比較少在寫入資料 那資料存取也比較少 那你常常幾乎都是關機 那有要用的時候才打開 那其實是可以考慮使用藍標 就是W的藍標 或者CK的Barracuda 新說語 那 不過如果你其實NAS這種 或一般你的機器要給 企業用 公司用的話 還是會用金標 W的金標 Ultra Star 或者是CK的AXS 這樣子會比較適合 因為它的耐寫度比較高 它還標槓就是你24小時乘7 24x7 長時間那樣使用 那至於WD黑標硬碟呢 那這個硬碟的話 大家有一個注意 就是它是屬於電競碟 它耐寫度其實沒有像NAS 來得好 但它速度比較快 所以你有一些電競的需求 其實可以裝WD的黑標 另外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個小小的資訊 就是我之前呢 有聽到W的業務就是分享說 今年的台灣的蝦皮上面 流行了很多那種很便宜的W的硬碟 那其實這個硬碟 聽說他們是 他們有回收分析之後 發現這些假碟呢 它都是用W的企業碟 回收包裝之後 再重新利用 然後再賣出去 所以如果你看到市面上 如果很便宜的硬碟 尤其在蝦皮上面 那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些可能都是假碟 那大家注意一下 不要讓自己的權益受損 那就一個小小資訊 跟大家分享 那說到這邊 是不是也還有人好奇說 咦 是不是還有那個SARS硬碟呢 那SARS硬碟這部分 我們會在下一集 為大家做介紹 那我們今天 就先介紹到這邊 那之後我們 再期待我們這個新的內容 那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